民数纪 第二十四章 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 就不向前两次去求法术 却面向旷野 巴兰举目 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 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 他便提起诗歌说 比尔的儿子巴兰说 眼目闭住的人说 得听神的言语 得见全能者的异象 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 雅各啊 你的帐篷何等华美 以色列啊 你的帐篷何其华丽 如接连的山谷 如河旁的园子 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 如水边的香薄木 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 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 他的王必超过雅甲 他的国必要振兴 神领他出埃及 他似乎有野牛之力 他要吞吃敌国 折断他们的骨头 用剑射透他们 他蹲如公尸 卧如母尸 谁敢惹他 凡给你祝福的 愿他蒙福 凡咒诅你的 愿他受咒诅 巴勒向巴兰生气 就拍起手来 对巴兰说 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敌 不料 你这三次尽为他们祝福 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 我想使你得大尊荣 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重 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 凭自己的心意 行好行歹 耶和华说什么 我就要说什么 现在我要回本族去 你来 我告诉你 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 他就提起诗歌说 比尔的儿子巴兰说 眼目闭住的人说 得听神的言语 明白至高者的意志 看见全能者的异象 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 我看他却不在现实 我望他却不在近日 有星要出于雅各 有账要星于以色列 必打破摩押的四角 毁坏扰乱之子 他必得以东为基业 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 以色列必行事勇敢 有一位出于雅各的 必掌大权 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 巴兰观看亚玛丽 就提起诗歌说 亚玛丽源为诸国之首 但他终必沉沦 巴兰观看基尼人 就提起诗歌说 你的住处本是坚固 你的窝巢坐在盐血中 然而基尼必至衰尾 直到亚树把你裸去 爱在神行这事 谁能得活 必有人乘船 从基提界而来 苦害亚树 苦害西伯 他也必至沉沦 于是巴兰起来 回他本地去 巴勒也回去了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 百姓与摩押女子 行起淫乱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 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 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 跪拜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 耶和华的怒气 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 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 使我向以色列人 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 于是摩西吩咐 以色列的审判官说 凡数你们的人 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 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 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 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 谁知 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 当他们眼前 带着一个米店女人 到他弟兄那里去 祭司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萨的儿子 菲尼哈看见了 就从会中起来 手里拿着枪 跟随那以色列人 进亭子里去 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 由腹中刺透 这样 在以色列人中 瘟疫就窒息了 那时遭瘟疫死的 有二万四千人 耶和华小遇摩西 祭司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萨的儿子 菲尼哈 使我向以色列人 所发的怒消了 因他在他们中间 以我的祭邪为心 使我不在祭邪中 把他们除灭 因此你要说 我将我平安的约 赐给他 这约要给他 和他的后裔 作为永远当 祭司职任的约 因他为神 有祭邪的心 为以色列人赎罪 那与米店女人 一同被杀的 以色列人 名叫辛利 是萨路的儿子 是西缅一个 宗族的首领 那被杀的米店女人 名叫哥斯比 是苏尔的女儿 这苏尔 是米店一个 宗族的首领 耶和华 小遇摩西 你要扰害米店人 急杀他们 因为他们用诡计 扰害你们 在皮尔的世上 和他们的姐妹 米店首领的女儿 哥斯比的世上 用这诡计 诱惑了你们 这哥斯比 当瘟疫流行的日子 因皮尔的世被杀了 当下 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并定用荆棘 鞭做冠冕 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紫袍 又挨尽他 恭喜 犹太人的王啊 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比拉多又出来 对众人说 我带他出来见你们 教你们知道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耶稣出来 带着金桔冠冕 穿着紫袍 你们看这个人 祭司长和柴仪 看见他就喊着 顶他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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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自己把他定十字架吧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我们有律法 按那律法 他是该死的 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比拉多听见这话 越发害怕 又进衙门 对耶稣说 你是哪里来的 耶稣却不回答 你不对我说话吗 你岂不知 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权柄把你定十字架吗 若不是 从上头赐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柄伴我 所以 把我交给你的那人 罪根重了 从此 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喊着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该撒的忠臣 凡以自己为王的 就是背叛该撒了 比拉多听见这话 就带耶稣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孤华石处 希伯来话叫厄巴大 就在那里坐堂 那日是预备逾月节的日子 约有五正 比拉多对犹太人说 看哪 这是你们的王 他们喊着 除掉他 除掉他 定他在十字架上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 定十字架吗 除了该撒 我们没有王 于是 比拉多将耶稣 交给他们 去定十字架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楼地 希伯来话叫个个他 他们就在那里 定他在十字架上 还有两个人 和他一同定着 一边一个 耶稣在中间 比拉多又用牌子 写了一个名号 安在十字架上 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拿撒勒人耶稣 有许多犹太人念着名号 因为耶稣被定十字架的地方 与城相近 并且是用西伯来 罗马 西利尼三样文字写的 犹太人的祭祀长 就对比拉多说 不要写犹太人的王 要写他自己说 我是犹太人的王 我所写的 我已经写上了 冰丁既然将耶稣 定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 每冰一份 又拿他的礼衣 这件礼衣原来没有份 是上下一片支撑的 他们就彼此说 我们不要撕开 只要研究看谁得找 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衣年旧 丁丁果然做了这事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 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 和摩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 那门徒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 看 你的儿子 就对那门徒说 看 你的母亲 从此 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这事以后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 我渴了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绒沾满了醋 绑在牛西草上送到他口 耶稣尝尝了那醋就说 成了 便低下头 将灵魂交付神了 我渴了 有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 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 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 把他们拿去 免得失守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于是兵定来 把头一个人的腿 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 见他已经死了 就不打断他的腿 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 他的见证也是真的 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 叫你们也可以信 这些事成了 我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经上又有一句说 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这些事以后 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 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 他来求比拉多 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 比拉多允准 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 又有尼格迪姆 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 带着墨药和沉香约有一百金钱来 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 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 有一个园子 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 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 又因那坟墓进 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诗篇 第八十三篇 雅萨的诗歌 神啊 求你不要静默 神啊 求你不要闭口 也不要不作声 因为你的仇敌喧嚷 恨你的抬起头来 他们同谋奸诈 要害你的百姓 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 他们说 来吧 我们将他们解灭 使他们不再成国 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 他们同心商议 彼此结盟要抵挡你 就是住帐篷的 以东人和以石马利人 摩鸦和夏甲人 加巴勒 雅门和雅玛利 菲利士并推罗的居民 亚述也与他们联合 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 求你带他们 如带米殿 如在基顺河带西西拉和耶兵一样 他们在尹多尔灭亡 成了地上的粪土 求你叫他们的首领 像鄂利和西伊伯 叫他们的王子 都像西巴和萨姆纳 他们说 我们要得神的住处 作为自己的产业 我的神啊 求你叫他们 向旋风的尘土 向风前的碎街 火怎样焚烧树林 火焰怎样烧着山林 求你也照样用狂风 追赶他们 用暴雨恐吓他们 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 好叫他们寻求你 耶和华的名 愿他们永远羞愧金黄 愿他们惭愧灭亡 使他们知道 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 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